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分析 而且这个视觉化软体它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idea 这个idea通常是在仪表板联动的时候会刺激我们更多的一个需求 那怎么样去制作这一张仪表板呢 简单的说我们就直接把例如说各产品销售直条图搬进来 在接下来我就可以像例如说再把各年的销售统计 还有各月的销售统计分别放在这边 这样我们就有三个工作表放在一个仪表板里 那这三个工作表呢我们现在要来去借由这个联动的概念 去刺激我们或增加很多的想法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我设了一个筛选 怎么设筛选呢?其实很简单 这个地方有三个按钮嘛一个是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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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这张工作表当作是筛选 把这张工作表的什么东西当作筛选 例如说科技这一类的产品 科技或家具或办公用品 这三个类别当作是筛选的依据 例如说当我现在点选科技 然后你仔细看一下 点了一下现在是全部都有的状态 点一下之后 这边它就出现了一个情形 这全部都是科技类的产品 在各年销售的业绩 所以您可以发现 在这个地方它销售的情形 好像有看到 这个是往下掉的 但如果说我们将换一个产品类别 来去看 例如说点选家具类 您会发现2013跟2014 它的销售业绩并不是像刚方这种情况 然后再来例如说点选office supplier 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下降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思考一下科技类 所以通常我们希望2014年的业绩应该要比2013年好 可是这边没有看到比较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记录下来的一个重点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例如说我们来看整体性 整体性有看到9月 就是在各月的表现里面 9月11、12、12年 9、11、12年 这三个月的一基表现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现在分这三个类别来去看 点一下科技类别 我们可以发现 确实这三个月的表现有比较好 但是并没有达到非常好 9 11 12 那我们来看一下家具类呢 家具类有耶 有9 11 12 它确实是非常好 那办公用品呢 也是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再去追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科技类的产品 为什么9月 12月销售不好 虽然它还是维持前三名 但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去探讨的 举例来说 我们在台北市的台北火车站销售 销售太阳饼的业绩跟台东机场销售太阳饼的业绩 我们来去做比较 好像感觉应该台北火车站那边卖太阳饼的业绩是好很多的 可是呢 如果说发现某一个月差不多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探讨 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找问题非常重要 这是借由仪表版的关系 然后我们去看互动